前不久 长安的一款代号S202的全新SUV被拍到 而没过几天 长安就正式发布了这款SUV的官图 这款新车是一款紧凑型SUV 它会在今年年内正式上市 这款全新的SUV外观非常让人惊艳 相比于长安此前发布的CS75 Plus S202的造型更为激进 同时也更有自己的风格 首先长安最新的家族蝴蝶一千脸 造型更为夸张 配合犀利的剑气型LED日行灯 效果科幻 虽然还多少能够看到一些CS75 Plus和雷克萨斯的味道 但是已经非常的淡 车身侧面大尺寸的轮毂 波浪型的腰线也都独具特色 但尾部位置的风格似乎有一些重态T300的味道 不过S202比T300要运动的多 因为车尾大倾斜度的线条可不是T300所能比的 该车尾灯的造型同样极具辨识度 并且使用了双边共四处的排气 但看起来有些像装饰 据悉这款新车的动力会搭载蓝晶最新的1.5T和2.0T发动机 未来它的对手会锁定领克02这样的车型 客观的来说 长安的这款全新SUV颜值绝对够棒 其实从去年开始长安SUV的设计已经脱胎换骨 CS85 Coupe CS75 Plus等等都具备了一流的外观 相信这台SUV只要价格合理 销量应该不是问题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